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词曲 就是词曲 李宗盛 那么这个一共有六点 第一点呢 随念三宝功课速处归你 经常要一念三宝的功课 然后处处的也经常要申起归归 因为在一念三宝功课的过程中 就是能够当中我们佛的申起归归的过程 随念三宝功课者 如前所说内外及三宝相互之差别 以彼等之功的数十世纪 什么叫随念三宝功课呢 就是随念三宝 就是根据前面所说的三宝的功课 三宝 我们选择三宝为威处 那么三宝跟 佛法的三宝啊 跟世纪外道的大师啊 教法啊 古宗啊 他的不同的区别在哪里 他的出胜在哪里 我们经常要意念 那么同时也要了解三宝之间的差别 差别功课在哪里 那么经常要思维三宝的功课 那么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啊 也同时颁度我们佛的归归之心 强化归归之心 强化归之心也就是强化这种 强化这三宝的向法 强化这三宝的归宿感 强化这三宝的依赖感 强化这三宝的依赖感 这是蛮重要的 第二条是随念大恩 随便大恩和行姑娘 随时要计念啊 要搞得大恩 那么在计念三宝的大恩的过程中啊 要经常要出姑娘 随便三宝大恩者 随之所生乐善 三之皆是三宝之恩 故当以报恩义乐而行姑娘 怎么样来计念三宝的大恩呢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有的快乐和善行 我们所有的快乐 快乐来自哪里啊 快乐 快乐的因是善 善 善 善能够遭感快乐的结果 那么二呢 就是遭感痛苦的结果 那么所有的快乐 都是决定在善法的地图上 而所有的善法的身体啊 都离不开善法的加持 都离不开善法的教诫 都离不开善法的教诫 要时常的修供养 那么修供养的过程呢 是不是说三宝需要我们供养呢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供养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 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 这个修行有包含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强化 还是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重要的是 供养的过程呢 本身也是在修供养的 在修供养的过程中呢 也是在 也是在帮助我们培养这些三宝的这种 归宿感和依赖感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供养三宝 三宝就是股前啊 是人间的最出胜的 是人间的最出胜的 这是人间的最出胜的主要便闭 若供养食而不股养者 则少用功力而颜满 众多的质量 如果可以不股养的供养 天吃啊 香花啊 生活啊 不要股养的供养 智慧的圆满 即使我们生而为人 我们在这个世间是离不开福报的 每一种幻想 每一种想法的完成 每一项事业的完成 都需要以福报作为支撑 都需要以福报作为基础 如果没有福报 你可能称呼感情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很多想法 那么这个想法实现靠什么呢 这个想法的实现 它是要靠福报的 如果没有福报的话 那你的想法 那也就是一个幻想 所以 人 天路上 就是这样为先啊 没有福报是什么办法 现在我们要做一些宏法事业啊 要有福报 没有福报的东西 因水底上的任何哨用之间 虚拟自行而共享之 所以在水 还是水底上的 一边坑一边水 乃至任何一个吃的东西 我们在想到钱啊 我们都要供养 然后买一件衣服 穿一件衣服 八共养 五十共养 各种 一十度 一十度啊 一十度啊 都是可以供养的 其实对供养 我觉得是满发来的一件事情 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因为供养呢 说不算不是真的 就给吃掉了 有没有给打走 结果啊 你的东西还在那里 结果你还用到你大别的福报 啊 哎 真是 好处多多啊 但是我们视频的人啊 就不懂得这样做 所以供养 当然供养最重要是要有舍心啊 你不要带着贪图的人啊 你不要觉得 反正我顾兵就还在那里 完了 你虽然一想啊 这个功德啊 就被打掉九十 就被折掉九十了 所以关键 你要用真正的舍的心 用清静的心 用虔诚的心 用感恩的心去做 那么你才有可能 你在供养的过程中啊 你才有可能成就 供养的心 心静的心 感恩的心 慈悲的心 你有什么精进做 最后就是成就什么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帮助我们 姑娘是帮助我们佛的福德 这个福德呢 是我们未来修行的 向那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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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那瓦银 归以高之轻的 业之繁的 当得精美的 公子 姑娘们要成的最好的姑娘 不是说随着便便的 哪一个最差的 当然好语话也有一个相对性啊 是说在你的条例引起的范围之内 最好的姑娘 那就是最好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跟那些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去比一下 有的人很有钱 你叫他 那可能是千万亿万富翁啊 那拿出几百块钱啊 那简直就是为出道了一件事情啊 那有的人呢 可能一个几百块钱的工资 他拿出一千块钱出来 那几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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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都要打了 所以姑娘 关键还是在姑娘的心 因为你只有单几花族 加了一种 这方面 它是 它是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贪夺的心啊 就是谁去贪夺的心啊 就是你认识不容易舍出来 你能够舍出来啊 那么他对这种贪夺的心的 舍弃的心的 他的效果会更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你恭敬心 你敬心的去供养 他所获得的这种修行啊 对恭敬心的培养啊 对福神的培养啊 他的效果也不一样 茶意不应谈子撒空而供 一如有 有贤唯美 当应多种词的不佛 任性满贵 那么这个供茶 供茶你要一别一别的供 不要 可能丹者好像有这样一种习俗啊 这个供茶呢 就是用谈子来把茶给他 谈到的空中呢 就是供佛的 那么宗大师呢就说 这个是不如无法的 那么关于这个供养的道理啊 宗大师给我们写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 一如有贤唯美 当一常命多种时而不多种 他任性满贵 就像我们有一句 九块钱啊 这个钱 非常非常的唯美啊 然后多种的时候 你定在多种 到了时候你就会抽签啊 你就会有超过 可是如果在多种的时候 你过多种啊 任性满贵啊 那么在烧佛的记者啊 你就 你就没有超过 当你是要福报的时候 你没有福报 你做什么事情啊 你都不顺利 冤天忧人 就觉得我的福报也不倒 做事啊 也是 不是很冲险啊 所以现在要 把福报应 把福报应 都培养福报 这样呢 能够做一些事情啊 能够更好的 生意中生啊 当然 从我们自己个人来说 你说多一点 少做一点啊 就是抽费啊 但从社会的效力来说啊 你要利益好啊 看你就可以利益更多更多的人 因此现身 能生现后一切利乐之圣贤 事必一切时无有间算 产可拨利乐之圣贤 当以信力耕种 在我们这个能够产生啊 现实后是一切快乐的 出圣的钱 这个出圣的钱是什么呢 参宝 参宝的这种出圣的福钱啊 而且这一块钱呢 随时都可以拨种 随时都可以耕种 四季啊 一切时呢 都可以不间断的耕种 产可拨绿热 只是都可以拨 那随着身体 一念供养之心的时候 这个快乐的手感就拨下来 而它的稍活啊 比我们人世间 耕种的稍活啊 是要超过几千万亿倍的 但以信力耕种的股钱 要用信 信就是这样 用信仰的这个力 来耕种这个股钱 因为这个三宝呢 这一块股钱啊 呈现就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信啊 这一块钱啊 我们还是会帮助 帮助消灭 说实在这个三宝的钱啊 它既是外在 也是内在的 那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修行的过程啊 只不过是把这种 内和外中间所有的力度 强给它 那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三宝的股钱啊 跟外在的这个三宝的这个钱啊 本来就是一体的 因为我们主持有的 因为无名的力量啊 我们人为的设置的障碍 现在我们所要 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啊 无非就是把这一道墙啊 如今所说 若不作者俗为可惜啊 这么好的一块钱啊 我们不去跟 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因殊胜钱 缓不如农钱之见贿 是呢 我费 费路是殊胜的一块钱啊 而我们呢 不懂呢 这个珍惜啊 而我们不懂得 实时的去耕耘 实时的去波动 这实在是我费啊 我们这些人啊 没有智慧的表现 费三宝姑娘 一切时钟 当精进行之啊 所以可以 所以可以三宝也姑娘 姑娘三宝 大家一切时钟呢 不要精进来修行 如是作者 由圣妙节 增长善根之余 必须道德 是刺激 心力皆能开果啊 那么如果能够如此的去做 我们不断地去更加这个三宝的肯定 我们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 那么当我们不断地这样做了之后啊 这块圣妙的体验啊 就能够帮助我们活的这种善根的力量 我们就我们的善根就在增长 我们在重量三宝 宗敬三宝 在彻子主持的过程中啊 同时也在增加我们的善根 善的力量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心啊 就会实时的跟三宝相应 而不是跟贪嗔痴相应哦 我们如果跟三宝相应 那么就是跟我之 跟贪嗔痴相应 那么也就是跟我们的房子亲相应 如果跟我们的心跟房子亲相应 我们就在成就 如果我们跟三宝相应 那么我们就在成就三宝的 我们就在成就三宝的 提出道次第心力见能开火 那么对于道次第的修行啊 我们的心啊 就能够间接地步入这个轨道 所以归于三宝的修行啊 真是血火的根本 也是道次第的可惜 所以我感觉到 我这个去年啊 讲这个初期去年之后啊 我是觉得我找到了这个修行啊 这个根本 这个基础 但是现在讲到这个非三宝呢 我发现我找到的是破坏的可惜 对于文不能持行文 诗不能解其地 修出身心不能生气 心力最为之实 大力潜力 自己教授考学 对于我们有很多人修学 在修学的过程中啊 文不能持行文 现在教理之后啊 记不住 那么在思考这个意理的时候啊 还不知道讲些什么啊 修一生心 修一生心不能生气 在修行的时候呢 不懂了什么用心 没有办法把这种正念啊 调整到位 调整到一种正念上 感觉到自己很无力 面对这种反复心啊 面对这种幻想啊 烦恼啊 有一种无力感 我们很多人修行啊 都有一种无力感 我想呢 真正每一个修行的人 肯定都有 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这种无力的过程 但关键要有上次的引导 要帮你调整啊 其实我们修行 我们所教过的这种心心 它就像电视台的一个频道一样 我们的内心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频道 我们修行 只要成就的就是我们 心灵用的某一个频道 如果说我们的内心 有一千个频道吧 当然一千个频道 其实还不止啊 或者说有一万个频道 其实我们修行 我们所要 所要活的人 就是其中的某一个频道 真正要活的人 就是某一个频道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的内心啊 平常比较熟悉的 力量比较大的 都是那个9999个频道 那你现在要 从那个9999个频道的 不断的调整是怎么办 那一个我们需要的频道要调出来啊 也是这个效法多大的力量 也是这个效法多大的力量 就是修行就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 会觉得无力 就是没有办法从这些 不是我们需要的频道里面 一种出来的 那么道士教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如果我们感觉修行无力啊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意念三宝 通过这个故养三宝 通过意念三宝的功德啊 这是我们修行上 这是我们修行上 他能够得到最佳的班 所以士级教授考诀 这是秘诀啊 这是秘诀啊 但是实际上也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 你没有钱啊 你一定要去找多少多好的东西 也不是这样的 关键还在于信心 我们说 用贵重的东西供养啊 主要也还是要帮助我们这样 这种工丁供养之心啊 因为他也体现了 我们能够得到贵重的东西供养三宝 因为本身也说明了 我们对三宝的公信的程度啊 但是呢 并不是说 要有追求最好的东西来供养 作为我们的秘语 关键还在于 就是 供养的好理不好啊 关键还在于怎样呢 就是为了怎样 我们的信心 公信心 清静心 全程心 若有信者 如果已经既备信心了 这些行程 即使啊 你谈供 什么叫谈供呢 就是这个 赞成佛教里面讲的 供养达 供养达 养达呢 就是一个漫堂 这个漫堂 这个漫堂 这个漫堂上面 放着什么笔啊 什么 这个观想 这些东西啊 充满着整个世界 通过观想来顾养啊 其实它并不是要很多顾养的东西 但是这种观想来顾养呢 它也能够达到非常 太比好的顾养的效果 它们用水顾养 还有 也可以观想啊 山河大地的一血花 好顾养 顾养 观想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我在 新年在讲这个 这个谱贤铅品的过程中呢 我就带给大家 我们可以去 观想 山河大地 一些花吃花 或者说 山河大地的一血都变成花 范范 香花跟果啊 来供养吃花 在中国菩萨 那么 这样的一种观想呢 来供养吃也顺可一点 那么有人可能说 啊 这个山河大地的一血都是你的呢 都是你的 那你用它来供养 这会不会犯道戒啊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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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 山河大地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东西啊 我们能看到 就本身就包含着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 我们本身就是有福报的 哎 就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蓝线啊 这里面就包含着你的一份眼福在之间 你如果没有这份眼的眼福啊 那你是看不到蓝线啊 你能够看到花草啊 你能够看到某一个风景啊 本身 你是因为有这份福报的 来看得到 当然 你的福报只是你看 你只是拥有看了这份福报而已啊 这个福报还有生前啊 有的人可能他拥有这个地盘 有的人可能只能在这里附上五天 有的人可能只能看叶 有的人可能可以看方便搬叶 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福报的分析 那你能够看得到 你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一份公养 公养 这份中国福报 可以 那至于你如果应用关系啊 那你怎么想呢 可以啊 那就随便了 这边对你来说 这些福报都是一名的 那就是一个福报的分析 有我们的福报的分析 是有福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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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之相随者来隐瞒其名 就是说一个人没有什么供养的东西 所以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一个人很富有 他神不得供 但是说我没什么好供养 舍不得 那么这样就不可以 但是自欺欺人 因为你欺欺人是谁呢 我们舍不得供 那说明就是我们是盘夺的心 我们拿不好的东西去供 我们舍不得用好的东西去供 那么这种供养根本就达不到客户盘夺的经验效果 如果我们用好的供养舍不得供 拿不好的东西供养 那么这个根本就达不到培养工艺经验效果 这种我们的供养根本达不到修行的效果 我们的供养不是为了佛菩萨 而是为了我们的修行 而是为了通过供养来转换我们的心念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个供养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要用虔诚心 为什么要用亲近心 为什么要有的人甚至要齐家荡产呢 这个不惜一切而始顾 其实这里边就是在培养 培养我们的供养心 培养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神器 这个判夺之心 他的作用是在这里边 所以你怎么做你不要骗别人 你骗不着这个 你真正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骗不到自己 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在成就什么心 所以你最后骗的还是自己 如果瓦尼会有够罗瓦双至香草 所以这个香草兵电子香肥水乃以蛮其名 给瓦多瓦出来个人用她的东西供养 然后把她抢得很好 她不是因为没有好的 她就是说她抢得好了 然后又不好的女供养 然后把她抢得很好的 很像一个问题 这是有自欺其人 如普南瓦叶 我吃初食唯有辣味之香草供养 是有四种香荐的供养 为何供养 今得有紫、丁、香、兜、罗子等上妙、新香的供养 这里边就是讲了一个石头瓦 她自己的一个供养的基因 她说她自己最初的时候 这个供佛供养三宝 供佛只有辣味的香草供养 很普通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她的供养的关系 把她的福报越来越大 后来她就有四种香 香前的香 就说来供养 然后后来供养 谁说她的供养福报又来越大了 她说她现在有紫、丁、姜、兜、罗子等上妙、新香 可供养的事 就是这个供养的一方面 就是供养要用自己 竟然要用自己最好的东西供养 另外一方面 谁说你的供养呀 你的福报会加大 福报会增加 算是在套三宝的家族 福报会增加 供养也非常一样 那么这里有一点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追求最好的供养 作为自己的使用 出家人呢 因为我们出家人主要还是依法供养 依法供养可以 出供养就用法供养可以 如实修行自身供养 必法修行才是最高级的供养 那么在家第一次呢 以财供养为主 出家人就以法供养为主 那我们出家人呢 当然如果我们有查押 还有供养的条件啊 我们也可以出供养 但不是以追求这个为主 我现在没有钱供养怎么办 我去赚钱 我去做生命家 还更好的供养啊 那就是莫名其妙了 这个叫错解祖师的意义 若行为而不共整 这一生中终无真净之时 若先由微细 进入领化 见祢 真 圣药 如鼻 如鼓 丹丘 丘 后后 必将每次与二十两姬 赞主 这个佛罗 他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说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不供养 你说哎呀 没什么好供养 没什么好供养 供一别谁 你总供得起啊 是不是 如果不供养 你会不当时一回事啊 得一生终无真净之时 如果你不供养 这一生你的福报 你福报从哪里来 修题还要有福报 你这个修福 修会不修福啊 罗汉说 通过啊 你就是修行 你程度很大 你没有人 你没有福报 那你想要红华丽丝啊 好了 那就不太难报了 先由微细 应用领化 先由微细的供养 当然以你的前程 领域 对领化 福报啊 那么见 真 是古真嘛 正妙 那么你的供养 就是越来越好 如以所行 单一学子 还要按这样子做 后后 这一样 每次以二十斤可战 等到后来 越供养了 这个福报越大 结果后来每次供养啊 哇 烧一只香啊 甚至烧一大大 二十两只香 烧一只香哦 一只地佛的自在坚 自在苏大菩萨 由华生 由华生多艺 一生中 华百千老百万一世大 以诸佛所 经历多迭而平补 华生多艺啊 也会发生多艺啊 也会发生多艺啊 各发生啊 到十方世界去 供佛 到十方世界去啊 供佛 我们讲 这个《弥国经》里面讲 往生到西湾级的世界 这人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啊 干什么啊 就是到十方世界去啊 可以依格圣众妙伐 供养他官十万亿佛 然后到吃饭的时候啊 第一次到中午了才回来 早上就到吃饭 直接去熬佑一学 哎呀真不错啊 难怪那么多人 要念佛完全喜欢 哇 在中列有相似功德 变身洗足 而云 而云 我不求如是福其 自乃迪法 无知之万云远 这就是期盼 期盼啊 一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不重视供养 不重视方便 才有些修行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在战地啊 在我们汉地啊 都存在这种情况 给我们啊 像上帝啊 去修大人反的人 修大宝印的人 不太重视这些什么供养 因为他修的是五项法 不太重视这些有项的 这些乌法平啊 重养啊 故事啊 那我们汉地说禅宗的人 也是有这个问题 前过去的禅宗呢 他是 他是简谷之极啊 老些禅宗的大变都没有 叫不利活殿为宿法禅 旧说法的地方 没有佛菩萨的地方 那禅宗呢 修禅宗的人呢 那你说是单侠操佛啊 就是不着相啊 不着相 那么他们觉得 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自信中嘛 禅宗功德的具体的 所以呢 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修什么福报啊 这个可能也是跟那个丹摩啊 丹摩跟梁武帝的这个回答 对很多人呢 就会有影响 因为梁武帝啊 他一生住了很多出家呢 到了很多寺庙 然后丹摩这个 丹摩祖师来了 去见他 他就感觉恐怖啊 那这个这个镇啊 我这个一生以来啊 长时间以来啊 盖了这么多庙啊 住了这么多寺家人啊 我没有功德啊 当我来给大叔 没有功德 当我给他拖了不冷水啊 拖了一瓢冷水 那当我来的这个回答呢 比方说要这个 他要吼定的就是我们这种博相 博相的谷歌啊 对这个心性的修行啊 是两码式 但是并不是说他吼定 你不拖相呢 不拖相 其实不拖相呢 这种故事啊 共享啊 他跟这种空性啊 是相应的 他是不为配的 但是罗下的不一样啊 其实就是两码式的 所以我们再来讲到 四季论下面 就是讲到六度 讲到算之道的这一部分啊 我们会讲到 就是方便也会啊 成佛却不可 方便也会 成佛 一种都不可以却少了 所以这个道理就说了比较深 那么有一些 他在空性啊 有一些体悟了呗 这个空性的体悟 比如说像大阳满的修行 或者还是参观的修行啊 在上次的领导下 初步见的空性啊 但是这种见到的空性啊 跟见到佛大 跟见到的人所见到的空性啊 当然在本质上是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呢 事实上他还是有很大的和口 因为在见地以后 见到的空性它是很稳性的 但是呢 对一般的人啊 就是通过这个大阳满啊 禅宫啊 大扫印的修行啊 引导之下去认识的这个空性啊 它是一个极为模糊 而又 它又模糊不稳定 不清晰啊 不稳定啊 这个人见到的时候 见到的它是 它是不一样的 当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这个 但是还是有 气力又非常大的 气力又非常大的 那么有的人呢 因为有这样的一些 体育啊 这个他就觉得 他就很满足了 他就不喜欢修一些佛德啊 不喜欢不实啊 也不喜欢挂冲啊 重重生啊 而云 而云 我不求如是福吉 自乃敌法 无知之蔓延远远 没有的人 他这个空地有些流 也不动自这些 供养啊 这些就是因为这些话 不了解 对这个整个成果的修行啊 不了解 偏的 偏空的 一种表现 真正的修行 要终合有 方便以智慧啊 学义不可啊 宝银精 银 基督素参 素参的 从 魂洗手 反到素参的 生结病后 当以殊胜真善 基督 基督 佛 菩萨 而平 宝银精 一边讲啊 就是对 苏他们啊 就是经厚啊 经教啊 佛罗所说的经典啊 那么听到这个经典里面说到供养啊 层次啊 能够生起多大多大的 这个供养层次的供要性 以及通过供养层次啊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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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喜 节定后 什么叫生喜 节定呢 就是生起定节 生性不一样 当以殊胜真善意乐 那么应该要以殊胜的一种义乐 义乐就是永远化 以殊佛菩萨而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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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共同学出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随便大悲 第三点是随便大悲 这个要这个 这个要议念啊 要议念诸佛菩萨的悲心 诸佛菩萨之所以成为诸佛菩萨 之所以成为诸佛菩萨 原因就是因为 他成就来大死大悲 诸佛菩萨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归的归处啊 诸佛菩萨也是因为他基础的大悲 我们学佛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我们学佛的这个目的啊 也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拥有像佛菩萨这样的生命性质 大死大悲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归一个三宝之后啊 我们要随便大悲 随时都要议念三宝的大悲心 那么议念三宝的大悲心呢 那么我们就要以这个实现 像佛菩萨的悲心啊 作为我们修行的目标 那么我们要 那么也就是要扩大我们的悲心啊 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有悲凝之心 但我们悲凝之心很渺小啊 渺小 我们要扩大我们 我们 我们从佛化中得到 我们认识到佛化的生命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六道人回中啊 还有无穷无心的树木的人啊 他们没有认识到佛化 他们生活在这种悲心之中 他们被烦恼的痛苦所持的那么晚 所以我们应该要发起这种大悲心 去引导一些友情啊 要带领着他们 逃回三宝的财报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反应 要立一切众生 怎么样才能丢近的立一切众生呢 那就是要带领着一切众生 这方面我们要在座上观修 这方面我们要在座上 我们要实际地实际做 我们佛教徒这一点啊 比起基督教徒啊 要差多了 和基督教徒啊 他们的力量那么小 每一个信徒啊 都是那么热 他们这个在座上 都是那么热心 像我们出家呢 我们的佛教徒就比较无所谓啊 你信就信吧 我信啊 我自己要求 哎 所以我们悲心不道 是不是悲心不道啊 主要是因为我们佛教徒大精神 自己修行啊 咬脱生死 是咬脱子也有道理 那就奥罗汉也不错啦 要成佛大就更好了 不能成佛呢 成个奥罗汉 那还是要意思啦 所以怎么做都有道理 那经教徒不一样啊 你要上天堂啊 你要上天堂 你就要表现好一点 算力觉得你表现不错 那你才有很天堂的希望 你怎么样讨好上帝啊 怎么样让上帝抗上你啊 那你就给他拉一些 你能回到主的怀抱吧 这是对上帝的一种最好的 好好的方法 那信者就要生啊 信者就要救嘛 信者就要救嘛 就是善意 不要说你行你就是行 不行也行 信就行 那我们佛教不是这样啊 我们佛教也不是说佛教说你行就行啊 关键还要你修行啊 是不是啊 就是 就是 所以呢 这种教育的不同啊 也导致了我们佛教在传播上呢 也并不一样 就是八万四千法 你这样走也行 那样走也行 所以选择太多啊 反而不好管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非商导啊 首先呢 我们要要 这个 成就这种大悲心 成就大悲心的 就是 对商导的报案的方式啊 最好的报案的方式 最好的修行啊 就是引导一切友情啊 都能够奉回商导的怀抱 各个各令随其所能 令上无役啊 你要让每个友情啊 都能够 把他们带回 带回 商导的怀抱 就是回归到生命的本来啊 其实带回到商导的怀抱 并不是说 双毛的怀抱在哪里啊 是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 也就是说 通过归啊 帮助每个人 认识自己生命的本质 认识自己生命的真相 去认识生命中既备有化解 一些完好的这种能力 其实我们 归主要做的是 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归不只是一种外在的 从此也是一种内在的 是从外在到内在 那么第四呢就是洗白三宝 洗白三宝者 不当一重 唯一 一切之中 心一三宝 洗白三宝 我们做每件事都不要了 这个洗白三宝呢 这个本身 他也缓 一方面 他也体现了三宝 在我们心目中 到底有多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三宝 在我们心目中呢 很有地位的话 我们做重要的事情 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三宝的价值 我们就会想起三宝 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最重要的一些点 我们一家做事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啥 这个到底是一样的 那么同样 这个归三宝也是一样的 我们做事情要 凡有所做 既有所惜 凡是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说 当我们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要祈求三宝的价值 那么 祈求三宝的价值 这个过程 还是帮助我们在强化 这个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 地位很重要的部分 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够 在三宝的价值下成活 我们每天议念三宝的分别 我们就会在三宝的价值下成活 我们不断地议念三宝 不断地休息归一 那么我们就会以三宝为中心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种生活 其实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 所以要做到的 如果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要做到也不是很难的 就是做不到的 关键我们要信 要有百分之百也信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怀有做事 其有所欺 我们都需要仰赖三宝 仰赖三宝 那么同时我们要求婦娘 以行其 以彼等相恶的婦娘 要有相应的婦娘 这婦娘也还是在帮助我们 这种婦娘的妻 婦娘的妻 而以彼不认知黑掉者及其他世俗者 则不当一从 那么对于跟三宝不相应的这些天教啊 什么邪教啊 什么其他宗教啊 鬼神啊 还有世间上的各种黑社会啊 我还没学到啊 你不要去依赖他们 不要去依赖 要依赖三宝 要深信三宝 你要深信三宝 能够帮助你把一切问题都搞定了 要深信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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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宝 这代表着我们生命中最长大的力量 也是代表着宇宙中最长大的力量 如果我们深信三宝 我们的信 如果能够达到高度 这个很有力量的时候 他的力量 那么 那么他这个三宝所长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深信 所以我们要深信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出来参导 强化参导在深信三宝 唯一银血之宗 心肌参导 所以银血之宗啊 都要银血之宝 心肌是参导 先讲到这里啊 天下宝 相线 天下宝 天下宝 剩一箭 父亲 云 你们 没有 有 有 人 都 如果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